台湾一千零个故事 记录感动的进行室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蔡依珍 欢迎收看今天的 台湾一千零个故事 先来看今天为您 端上的精彩节目片段 我每一段都很喜欢 怎么办 点那个东港三宝 你看樱花虾炒饭 黑鲍鱼 鱿鱼子 当你在零里面坐的时候 你心情有一点起伏 零出来就不会那么远 还蛮神奇的 有时候跟我老婆 起点口角 心情不美丽的时候 零出来就真的会歪七六八 邻居在问做什么 讲不出来 没有一个行业 亲戚朋友说出来 家人对外 然后你儿子在做什么 总是讲不出来 也是觉得怪怪的 屏东东港有间海产餐厅 要比海鲜鲜度绝对不输 老板是老船长出身 曾经经历过可怕船难 而死里逃生 才中年转业改当厨师 连续好几年飙下了东港第一尾黑鱼鱼 除了打响黑鱼鱼记的新闻 振兴渔业经济 也为餐厅带来蓬勃商机 让餐厅名气在东港越发响亮 料理达人销售发的厨房 火热 油焦 汗滴 不分四食 出餐节奏如海波浪 汹涌热烈 特别是黑鱼鱼乘着渔船 返港的回游季节 他们的东西非常的新鲜 对 它所有的食材 都是让人家觉得 吃了会魂牵梦野戏 我们是吃那个皮油 它入口即化 然后又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 它非常特别 我从来没有吃过 我觉得它很值得来吃 吃这个 黑鱼腹肉蒸羞 盐群火烤 炙烧到外熟内嫩 芳山艾文芒果陪衬下 在淋上竹田纯酿酱油 咸甜鲜浇汁 发料思维 台菜魂魄 南国山海充盈味蕾 热带风情顿时耀然舌尖 好 稻烧黑鱼就是 我们选用黑鱼 比较有油脂的部分 像皮油的部分 然后我们利用稻草 下去烧 然后让它表面有一个 稻香的一个香气 然后再结合 艾文芒果的一个甜味 把它中和 夏天就是酸酸甜甜的一个滋味 风潮虾是从东港小琉球 大概有一甲子的历史的 你的鸭蛋在打发的过程 你不能打太多空气进去 你要让它稍微稠稠的 那你这样炸起来的时候 它的外观啊 它会呈现一丝一丝 风潮的一个形状 黑鱼从头到尾都可以吃 美酒骨髓选用黑鱼中段骨头的骨髓 又叫龙骨髓 先蒸15分钟再加上佐料调味 口感像果冻 Q弹软嫩 这是我们选用蓝头的梅子 然后它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刚好搭配中间的骨髓 吃起来更鲜甜 和牛鸡腹肉和金三角之外 眼窝肉俗称麦斤 也是韬客眼中的极品 这是黑鱼的眼窝肉 然后它一条鱼只有两片 对 然后它吃起来就像马肉一样 鱼料理我每一道都很喜欢 怎么办 刚刚丰盛我们点了十五六样 还有点东港三宝 你看樱花虾炒饭 黑鱼鱼 那鱿鱼子 连续几个大菜都出自肖友祥的巧手 他从小就在餐厅里当大人的根屁虫 耳濡目染产生兴趣 餐饮科毕业后开发创意料理 在料理比赛夺下金厨奖 精益求精则来自桃海人父亲的言行深教 那我们会感受说 就是要一直努力 像爸爸当船长的时候 在大海上跟与搏斗的时候 东港码头日投赤焰 波光灵灵 渔船进港离岸 渔业劳动的人们 李阿卡在渔获挤走奔驰 肖友祥口中的船长老爸肖壽发 当年也是捕鱼鱼船的一员 对黑鱗鱼好坏 可以说是辽弱之长 鱼看在嘴鱼的鱼你看 有油豆了 我们老爸在看 我们这鱼油豆不够 就好吃了 海鱼新不新鲜 经验老道的买家眼看手摸 就能从眼珠明亮浑测 與其餘生色澤 和有無彈性來斷定 油脂多寡則從 肚腐肥厚與否來評斷 黑鮪魚精說得頭頭是道 出自遠洋捕魚的船長資歷 蕭壽發小學畢業就出海獵捕 其餘鮪魚 海水鹹色浸泡大半歲月 儘管父親和弟弟 都是海難意外離世 但為了養妻小顧三餐 還是得在驚濤駭浪中 搏命討生活 我們也在怕不知道 再丟我們不買 看人家說 娶娶娶娶娶 不然怕這條路也不行 我阿嬤這條路不走不行 這位就要生我 我們只要抹這桌而已 該來的躲不掉 蕭壽發沒能逃過 經歷船難的命運 三十多年前 在關島遇上颱風 強風大浪摧殘下 僥倖和死神擦肩而過 人沒事但船卻成了 因為關島這個態勢 我們是鐵位有夠衰 所以在那時候 我感覺說好 財產無意沒關係 最強的就是這些人 我的果痕 藍地的我們再躺就有了 落難上岸後賣過衣服 當過油漆工 當船長風光一時 落地後卻嘗盡人情能亂 他一時茫茫渺渺一致消沉 天地之大竟似乎沒有容身之處 我發現那件事 這世上幾乎不夠衰 剛才有人說過衰 好像迷失 還衰在外面越來越少了 年近四十歲 不顧異樣眼光 仿人善笑 轉行當餐廳學徒 再從鐵皮屋到金店面 苦苦之稱才熬過前六年生意 無人問津 薪水發不出來的日子 做人要翻 做雞要穿 我們人不能不透露 你就要路沒轉先轉 直到連續十一年 每年虧本借貸 赤資上百萬標下第一位 銷售發憑著挺漁民的信念 高價標語刺激市場 餐廳聲量水漲船高 漁場就是說人潮就是淺潮 這個三雞刷頭頭來的時候 我跟我們地方都帶著目中 我們也知道漁民很辛苦 所以我們都盡量說 把這個三夾 無論如何一定第一線幫忙漁民 這個三夾一定要支持 所以我才會繼續給它標 餐廳內場員工緊鑼密鼓 燒菜 出菜 大兒子蕭友哲 負責食材進貨和備料 繼承船長老爸 領導統譽的DNA 我們古早人說 不會交雞也開雞鏡 這個雞你就沒有人交 你就不會怕 要我們賺錢 台夫他一項 我們要學十項 做老闆要學十項 就每一項都要觀察 這裡 蕭友哲學電子工程出身 退伍後去國宴主廚水家塞那邊 學習大型宴會場的內外廠管理 包括上菜流程 廚房動線和外匯經驗 更在宜蘭杜曉業 學習烹飪廚藝 期盼成為全方位的餐廳經營者 我們老闆就像掌舵者 就跟船長是一樣的沒錯 用漁海拼搏的衝勁開餐廳做生意 年過七旬升高188的銷售發 仍精神絕瘦 每天帶領兩個兒子衝鋒獻鎮 出沒餐廳與室 跟這些小孩每天都在這裡 做人家都在這裡 這算是一家最幸福的 比我們做船長還要加倍幸福 苦盡甘來的幸福洋溢在老船長端出的美傳之中 蕭家父子掌廚的料理 太平洋的海味鮮甜 入口竟是人生底蘊開闊渾厚 東港瑰寶當之無愧 一般人提到頂編鎖都會想到基隆廟口的名店 很少在別的縣市看到這個吃食品上 所以不少人在桃園看到頂編鎖三個字 心中總是浮出問號 但這可是家老店 老闆當年就是在基隆廟口當學徒 師徒彼此有默契共識 師父愛財而其能相受 唯一的條件是不在基隆互相競爭 因此到桃園來開店 傳承進一夾子 湯碗裡有誠信的做人哲學 一碗頂編做一個綜合燉湯 糖果熱氣直冒 手裡快吸咬料 集合海陸美味 吃飯時間都是一波一波的 然後客人來都是一起來 冬夏的趕快出 開業超過半世紀 第二代老闆夫妻 唐茂冰謝婉婷接手的七年來 也習慣了每天總有三五人 好奇地問店內招牌頂編縮是什麼 同樣以在萊米漿製作 龜是用蒸的 外觀雷同 做法大不同 頂編縮則是經過大廳半煎半蒸製作而成 口感更加滑嫩彈牙 頂編縮裡面的料都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它原始的樣子 就是不會裹太多粉啊 還是就是變成薑之類的 肉羹跟蝦羹喔 外面一般魚漿比較多 吃邊的話它是直接是肉條的這種口感 然後就一次成竹布 帶給韜客味覺盛宴 不單單只有頂編縮 也有其他選項 南洋鯨魚 瓜仔肉飯等 眾多古早味小吃和日式冷盤料理 頂編縮嘛 蛋黃中捲 還有綜合沙拉 還想點耶 對啊 只可惜他吃不下 桃園 觀光夜市 越夜越美麗 上百家攤位各自豔利 唐家老字號攤位處在後段 數十年來勾住老陶芳心 我爸爸他做到五十年的時候 他覺得身體一到了一個極限吧 就問我說如果說我不接的話 那裁員就會沒有頂編錯 想一想我就決定要接下 一般人聽到頂編縮 腦中浮起的通常是 吉隆夜市的知名招牌 的確將近七十年前 唐爸爸 唐前次 就是在吉隆廟口當廚師助理 唱幫對面的吳家祖師爺 吳天福生柴火 年幼的唐賢次 勤肯做事 得人疼 就這麼學到珍貴的頂編縮記憶 而師徒兩人 也有不互相競爭的默契 民國五十六年 唐賢次輾轉來到桃園 擺攤起家 也把後來在外所學到的 日食料理 家常小吃 加進菜單品項裡 頂編縮源自於 福中米食小吃 林子的起源從 再來米漿在大頂內 沿著一圈流淌開來的樣子 像是台語的色 那個零的動作就很重要 因為它是化圓 所以當你出去的第一下 太用力的話 那個離心力會把米漿 全部帶出去 變成一邊很厚 一邊沒東西 最難克服的這部分就是 店內的頂編縮 之所以一天限量 兩百份左右 是因為這看似一大片 大約只能平分出 十多碗的量 一再重複的動作 要做超過二十次 做完已經五個小時以後 煎汁是抑制的考驗 這個夏天非常的熱 真的是滿頭大汗 每煎完一片 我都得趕快擦汗 因為怕汗會滴進去 唐茂冰總在心情過後 腰梗瞬間挺不直 當初父親正式生枝 餐飲業的燥熱與辛勞 不肯讓年幼的他 跟著受苦 假日暑假 我要幫忙的時候 他就會說 哎 走開走開 不要過來 太累了 你不要學這個 唐茂冰娶妻 娶妻孫子之後 在戲職的科技場 做了五年 父親節回家時 唐爸爸向他說出 懸在心上的接班問題 一想到這是老爸 積累大半輩子的心血 如果他不接手 就會化為烏有 內心左右拉扯下 還是決定辭去 有穩定薪資的工作 因為我爸很嚴格 他沒有打我就不錯了 他天天罵讓我有點壓力 但是那個時候決定接下來的時候 是我已經把工作辭掉了 也就是說我沒有退路 我必須要把他學會 抱起沒有後路的心情 從頭學起 頂邊縮的做法 頭兩年就這麼苦撐著 他不怕犯錯 只怕不做 一點一滴零物 誤出要領和心法 爸爸有跟我說過 今天頂邊縮其實是在修身養性 因為當你在領頂邊縮的時候 你心情有一點起伏不定的時候 你領出來就不會那麼遠 還滿神奇的 有時候跟我老婆起臉口角 心情不美麗的時候 臨出來就真的會歪七牛八 夫唱覆隨 謝婉婷辭掉頭了 在先生身邊打理家務 顧小孩也幫忙處理 各種繁瑣配料 以前媽媽在做的時候 還曾經嫌他滿 但是後來他就是 跟我一樣個性嘛 不服輸 然後就越變越快 越變越快 因為快到我都跟不上 他想的有時候比較想的 沒那麼多 沒那麼細心 他很多時候就是 我會比較 就是想的比較遠一點 他個性是比較衝動型的 因為應該說我比較屬於 年輕人往前衝那種感覺 然後他就會拉住我 告訴我說有很多地方 應該要沉穩一點 要顧及全面一點 唐茂斌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有兩位 一位是人生路上 牽手前進的愛妻 而母親則安撫了她 那些成長路上 曾經惶惶不安的日子 完全接手了 才讓她有過到 她想要的退休生活之後 就確診了 肺的小細胞癌 半年的時間 就到天上去了 為了不讓疑汗變缺汗 不只要坐得穩 也一改過去 老父親低調路線 要打響自家招牌 那我們接手之後 所以有一些政府的比賽 我們就去參加 然後也很幸運有得獎 然後得了獎之後 曝光率就更高 我們才會有辦法 就是越來越好 唐茂冰把攤子 順勢推進店面 不再風吹日曬 但沒想到老天 彷彿要磨練 他的心性意志 靠提出的有點難 在處理蝦子 然後被蝦子的尾巴刺到 一開始都以為 只是腰痠背痛而已 檢查之後 確診就是 海洋乎菌感染 然後他就攻擊我腰椎 第四節幾乎被吃光 唐茂冰住院期間 他不捨愛妻 奔波店面與醫院 於是卯足全力復健 原本醫生預估 復原得耗上半年 他兩個月內 就站回店裡的主力位置 希望可以再做個50年 因為很多客人 他們吃得很開心 然後走的時候 不吝嗇的跟我們說 好吃 人生試煉的關卡 彷彿一關 接著一關 但唐茂冰 總能憑著 滴水 能穿石的信念 從他手中 繼續縮出 一個又一個的圓 既圓滿了 頭殼念想 也圓滿了他 愛家的心 原本素未謀面 只是線上一起打遊戲的網友 在現實中變成了好朋友 甚至合夥創業 這緣分相當奇妙 能台灣的這個行動烤雞餐車 只要出爐時刻 烤爐旁總是排起了人籠 領取網路預定的香噴噴烤雞 一起打拚的夥伴 因為在網路遊戲當中 培養了革命情感 還有不分彼此的兄弟情誼 在機會出現 朋友需要幫忙的時候 他們就像打遊戲一樣 意不容辭的鄉挺 也創造了南台灣的烤雞傳奇 再包火鍋下去 你把火鍋蓋一下 第一樓把火鍋蓋下去 637 有一丁 第五湯幾分 來喔 出爐 現場還有三隻 兩個幾隻 小朋友喜歡吃 不會像肉雞這樣子 很軟很爛 所以吃起來是很驚喜的 不會柴 然後它的味道不會太重 沒有亂加其他的 太多的調味料 450算很便宜 那麼大一隻 如果不是自帶流量密碼 能為地主錦上添花 高雄最老牌百貨公司的 旗樓邊 一般的攤商要攻佔 應該是個不太容易的事情 有先生好 有一隻喔 好 我們都是像手拔機一樣 恢復手套 檸檬 雞藥 他也會給你 進得了普羅市場 也上得了高級地段 吳嘉賢的烤雞團隊 應百貨公司邀請 一個月來一次 八個大烤爐 從十點開始烈焰燜騰 掛滿土雞大隻佬 像是磁鐵一般 在高雄市中心磁吸人潮聚集 快出爐那時間 香味全部都散出來了 全部周圍都會聞到 就會擠過來了 大家就會過來問了 他要 誰預定他要買怎麼辦 很厚補了 剛剛出爐的一身金黃 飽滿嬌 皮脆里嫩 肉質軟而不爛 更讓人吞口水的 是那豐魚多汁 散發富裕香氣 不少人一開始 沒來得及上臉書 或是敲賴預定 撲空好幾次 才得償宿願 預定制 我們才有辦法去殺雞 宰雞 因為溫底雞 我們要現宰 現醃製 沒有數量 我們沒辦法做 所以有時候 有的人說 雞肉行銷也不是 因為就為了品質的新鮮 沒辦法 有定食一點的嗎 有沒有蔡淑珍小姐 吳家賢說 會採預定領貨制 不是飢餓行銷 但聞香止步的過路客 哪聽得盡解釋 就算才剛吃飽 味蕾細胞 被那竄出的熏香勾引 又再度神魂顛倒 惡行惡狀 就像海鮮 海鮮你冷凍的 跟新鮮現沙的 一定價錢有差 品質也有差 雞肉也是一樣 強調自家的雞肉鮮度 全台行動烤雞排第一 冷藏車出動當補給車 上一批出爐交貨後 下一批就立刻登場 要變身浴火鳳凰 吳家賢自豪他的爐子裡 只掛溫體機 沒有經過冰晶膨脹 破壞雞肉組織 再解凍流失鮮甜 口感滋味 當然海放冷凍機 火候控制在兩百三 到兩百八十度 每個不鏽鋼烤爐表面 都是個超大運動 熨烤著等待的隱隱躁動 和職人的心性意志 只要掀蓋熱氣就上來了 碰到旁邊一定就留疤 一定會留疤很痛啊 帶著就不會了 現在是烤雞達人 手上的寒毛 長期在烈焰考驗下 捲曲全縮 更不用說 從額頭開展的水路 早就沿著背脊石頭上衣 預熱飆悍 仔細看顧是工作日常 完全不符合吳家賢 以前 錢多事少離家境的賺錢原則 以前讀書的時候就接觸了 職棒千讀就做那個 錢好賺啊 所以辛苦的工作 根本就做不下去了 後來想一想 鄰居在問做什麼 講不出來沒有一個行業 親戚朋友說出來 家人對外 然後啊你兒子在做什麼 總是講不出來啊 也是覺得怪怪的 怕累怕煩 只想輕鬆轉 十多年的奇襲難改 最終讓吳家賢轉念的 除了親友給的社會壓力 還有幾個 西中兼換貼的友情拉力 以前在賺遊戲天幣 現在在賺新台幣 我們就等於在練功啊 工作就等於好像遊戲裡面在練功 跟很多同輩人一樣 只有電玩才是天堂 高中時期 吳家賢風靡網路遊戲 除了睡覺就是在打電玩 素未謀滅的網友 網路上天天並肩作戰 最後臭味相投 變成現實世界的好朋友 有革命情感 默契更勝一般泛泛之交 酒肉朋友 我當時要取名字 我不知道取什麼名字啊 他跟我說 不然你有種你就取死啊 我就好啊 就把它取死了 你不覺得他長得像木瓜嗎 這樣怎麼都是木瓜 他的臉啊 幹嘛說出秘密 幹嘛說出秘密 誰的暱稱最北欄喔 我覺得夏良秋 蚊子冰冰的感覺 那結果他本身的臉 像一個屠夫一樣 我瘦的時候也是蚊子冰冰的 我是後面胖的 蚊子冰冰 機制沉穩 在肉品公司上班 看到傳統市場 偏愛肉質結實 油脂較低 適合熬煮雞湯的公土雞 而母雞相對 就沒那麼好的身價 想替公司解決這個問題 心想既然母雞的肉質軟嫩 油脂豐美又多汁 最適合做烤雞 那乾脆自己來創造需求 於是詢問 常年一起遊戲的夥伴 要不要合資合夥來拜烤雞 如同遊戲裡一樣 朋友有需要 意氣十足的吳家賢 立刻舉手相挺 一方面也隨著年紀漸漲 開始想要腳踏實地 而夏良秋戴偉誠 也辭掉面板科技大廠的 工程師工作 一起協力道頂 也是有驚訝的 對 也是有不看好的 對 公司裡面也是有不看好的 當天獻載了溫體機 送到工作廚房 得先去掉屁股的油脂腺體 清除腹腔的殘餘內臟 在明茶秋毫徹底除毛 然後浸泡蔬果和獨家中藥乳包 熬煮的乳湯入味 這是木瓜四處請教家人 廠商在實驗改良 得到的認真細節 最明顯就是可能就是膽嘛 膽會苦嘛 膽汁破掉然後擴散到肉那邊 那吃起來就是苦的 跟當時在玩遊戲有一點很像 大家就會不分彼此 能夠幹嘛 有時間就一定會出現這樣子 有革命情感的 還有另一個宗家臨陳韻仁 也就是木瓜的公司老闆 遊戲代號突神 電玩世界裡是足智多謀 帶頭衝鋒的英雄leader 在木瓜和夥伴的創業路上 是他們最堅實的靠山 四十年養雞場的第二代 十二個養雞場同時能養五十萬隻 其中黑魚土雞是主力雞隊 當別人遇到過年過節搶雞潮 只能買冷凍雞備貨時 遊戲靠雞隊有他當靠山 照樣貨源充足天天溫雞起舞 自家飼料廠選用好的玉米 黃豆魚粉加上益生菌多糖體 配成熟化造力容易消化 陳韻仁的雞吃得好 不用抗生素生長激素就有抵抗力 水霧風扇伺候 鸡舍乾爽通風不易滋生病菌 鸡隻住得舒爽 心情滴雷不煩躁 不東蹭西抓 羽毛亮麗滑順不毛躁 每一隻都是雞界模特 這不要貪心 像說這一場是可以養四萬隻 我們幾年前就有跟長輩這樣爭執過 後來長輩有聽我們的建議 我們就把它降到三萬隻 乍看好像獲利變少 但其實不會 對 因為你降定力就雞健康 你賣的價格好 不會生病 其實算一算最後報表反而更好 玩遊戲為什麼可以變成這麼好的朋友 我覺得反而可以耶 會不一樣cover啊 有那個革命情感啊 對啊 我們玩遊戲就不會計較了 我們出來做這個也不會計較了 我們出來做這個也不會計較了 禿神負責養雞 木瓜在中央廚房醃肉 交貨現場的烤肉工作 由其他夥伴全台灣分區巡迴演出 吳家賢包下高雄台東和澎湖 夏涼秋則專跑故鄉露竹 因為雞肉鮮美入味又超值 三年下來打出名聲 自信品質和數量 已經是行動烤雞業的No.1 遊戲宅男也有悶燒愛心 定期贊助捐血中心 贈送捐血人 烤雞和滴基金 為社會公益盡一份力 四五百隻雞浪費掉了 四五百隻也太誇張了吧 一次就烤個雞 一直抓那個時間溫度 一直抓不出來啊 所有親戚朋友都吃到很煩 當初 我最不會烤的 完全都烤耶 不會 大概跟你差不多 烤火裡有烤手們奮鬥創業的認真用心 也有成癒人利用自身優勢 幫助朋友創業的虔誠分享 共好的信念比雞肉更有滋味 不敢當啦 不敢這樣說啦 大家一起幫忙弄得 他們 大家的功勞都是很大的 我只是剛好有這一塊 可以提供給大家這樣 但他們不以此為滿足 趁著到國外玩耍的機會 順道考察市場 夢想未來在澳洲點燃炭火 讓台式行動烤雞 即掛包之後 陽明海外成為台灣美食代表 但收穫最多的應該還是吳家賢 從只想輕鬆賺錢的歪路上修正自己 願意辛苦流汗換取踏實人生 體驗過付出的不容易 如今更懂得珍惜 現在非常腳踏實地 做這個以後就覺得 生活過得比較充實 不像之前這樣忙忙秒秒的 不敢睡覺嗎 不知道要做什麼 真的好的朋友帶你上天堂 對 真的帶我們上天堂 不只是好朋友 好的朋友真能如同火種一樣 在某個時刻點燃共好友誼 讓熱誠如盎然炭火成就彼此 所謂天無絕人之路 只要自己不放棄 永遠都有路可走 這個廚師出了車禍 整整八個月沒辦法下床 老闆暗示他另早工作 但接下來的工作又面臨裁員 減薪 最後他決定 他自己開啟了發財車 做起了行動深夜食堂 永不放棄的人生哲學 讓他的人生有深刻滋味 今天吃家的炒飯 好 稍等我一下 鐵鍋的溫度沒片刻冷卻 熱炒翻鍋的雙手沒停過 一天只做一餐 陳志遠的爐台搶搶棍 可以從晚上八點半 一直熱烈到五夜兩點 好客們才肯放他休息 一天差不多一百多 我有時候休息的時候 也會去按摩一下 突然太累了 身為中立知名的宵夜場炒飯王 陳志遠的廚房麻雀雖小 但口碑飄香路人皆知 因為行動廚房就停在人行道邊 讓人走過路過 聞到撲鼻香氣很難錯過 好吃啊 常常來它的味道很濃 然後米啦還有肉啦 這些都非常實在啊 粒粒分明 我一個禮拜來三次以上吧 吃習慣覺得不錯啊 對啊 口味也可以啊 而且價錢還滿公道的 一個牛肉炒飯 一個蒼包牛肉 一個蝦仁爆蛋 跟一個貢丸湯啦 好 路邊大飯店選在一般人晚餐 剛剛結束的八點半開始營業 陳志遠的市場區隔很清楚 不跟眾多餐廳食堂店家競爭 畢竟只有一個鍋子 同一時間客人再多 單子再多也炒不出來 倒不如做宵夜場 只要一鍋接著一鍋 銅板就能一個一個慢慢蒐集 深夜時段人行道擺個幾桌 不影響行人交通 偶爾幾張罰單當作必要開支 宵夜的吃食選擇不多 只要夠好就有把握 熱炒讓清人氣 家人跟肉絲還有招牌 除了這個炒飯的料很實在 客人食場也說我的料太多 肉香很重要 要把蛋的香氣炒出來 掌握火候鍋氣就會出來了 雖然是馬路邊的發財車廚房 想要發財絕不能馬虎上路 陳志遠專攻炒飯炒麵 配料豐富實在 白飯都是在家先煮好 先進冰箱冷藏 翻炒後才能粒粒分明 簡薄的蛋花湯也不簡單 大骨湯頭濃郁夠味 路邊滋味有名店的舌尖享受 這樣才會均勻 陳志遠站爐台忙得不可開交 太太黃秀森則身兼火器和廚房助手 負責點餐抓料排順序 夫妻黨默契十足 用看的就知道下一鍋該做什麼 就習慣就好啦 就是要有TEMPO 自己要記住說這個客人 這個客人要TEMPO要舉著去 收納生巧 像這個蔥爆肉絲啊 就有洋蔥 然後蔥花他自己加嘛 對啊 對 然後這個看就知道牛肉 反正就久了就知道了 老闆常常炒 然後走都有職業障礙了 是喔 對啊 因為這炒麵停 就像漆漆一樣 從來月去炒炒 炒到要打烊 有時候也炒不動 因為炒飯比較累啊 一般做生意的不敢炒飯 炒飯要好吃 除了料好 還得要有真功夫 翻鍋力道不能省 讓米粒均勻吸附醬汁 一晚上擺鍋 一般師傅想到就手軟 但陳志遠很珍惜 這能夠勞累的時刻 原本是團善公司的廚師 已做十年 不過三年前公司業績不理想 連帶導致員工收入受影響 減薪財源的危機逼近 讓陳志遠不得不重新尋找出路 雖說創業圍堅 50歲更吃力 但一家子的生活 蛋子還沒減輕 也只能鐵鍋充當頭盔 向前行 住在中立市區 他看準附近的工業區 24小時運作 小夜下班後 大夜上班前 小夜市場比別的地方大 深夜時段有賺錢機會 忙到兩點收攤刷洗之後 還得趕到大市場採買食材 回到家裡再立刻煮飯送進冰箱 陳志遠夫妻倆的宵夜人生 每天結束日出 接近上午7點才能躺平 下午5點又得上井發條 再加前置備料 炒飯是用牛肉絲 然後燴飯跟熱炒是用肉片 醃好就把它放進小冰箱裡 等一下去到時候時間就可以用了 自家透天一樓是現成的工作室 寬敞方便又省錢 停放機車 一樓本來就沒有在用 因為一樓比較潮濕 隨隨便便也要兩萬塊 鐵皮膚也有 也有一萬多的 兩萬的 三萬不等的都有 會踏進餐飲領域 其實也是人生的轉彎路徑 十年前陳志遠是工業區裡的工廠資深員工 一次的嚴重車禍 左腳開放性骨折 開刀復健一年沒法上班 遭到公私逼退 也留下了不耐久戰的後遺症 躺在床上就躺八個月了 人生總是遇到這些 起起起伏伏的事太多了 出去再找工作也不是很順利啊 身心都受到創傷 再加上中年失業雪上加霜 陳志遠一度灰心喪志 還好太太一路牽手扶持鼓勵打氣 曾經在自助餐打過工 看到團善公司招募員工 她年過四十心態重新歸零 進到廚房從學徒一路學起 從一顆荷包蛋都不會煎 到上百人的公私團善 學校營養午餐都難不倒 人生五十再次面對工作變動 這次她學會了樂觀面對 勇敢行動 怕臨時下雨 臨時下雨這樣子 就是收 會弄得落湯的雞壓 然後又要一直收這樣子 最怕的就是這樣子 賺辛苦錢 忙讓夫妻兩位吵架 吵完就好了 感謝她 夫妻一起創業三年 陳志遠在深夜街邊 熱炒成人氣露天食堂 最開心的 是野蹄一樣是做工的人 為生活打拚的人 端出溫熱飯食 慰酪一天的辛勞 讓他們下班有地方可以吃啊 接連遇上困境 陳志遠不被困住 逆風時拐彎 總有柳暗花明的路徑 發財車要發財不容易 它最大的收穫 是學會緊握方向盤 總會找到方向 上次也沒有用啊 沒有人會幫你啊 只能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啊 深夜發財車廚房裡 陳志遠熱炒的不只是鍋氣 還有不服輸的延伸紙氣 浴丸是彰化鹿港常見的庶民家常菜點 而就在鹿港老街媽祖廟附近 這家浴丸店平均一小時生產200顆浴丸 每天賣出的浴丸是千里起跳 也是造訪老街和媽祖廟的遊客 不會錯過的小吃景點 老闆原本是汽修廠的黑手 後來因為小廠競爭不過大廠 加上自家雜貨店生意 搶不過便利商店 母子倆討論之後 決定將雜貨店轉行賣家常菜點御丸 窮則變 變則通 倒也走出了一條新路 鹿港小鎮觀光人潮熙來攘往 百年媽祖廟的香火味混合家傳三代的芋頭香 取決鹿港庶民小吃的同時 小鎮的風華滋味隱約耀然在舌尖 QQ的口感很好 它裡面餡的豬肉很香 滿有古早味的 很綿密吃到芋頭 食物的原味 沒有很多香料的感覺 好吃 讚 育丸店第三代黃伯君 全家大小手腳不停上井發條 和客人的嘴比速度 現做 現蒸 現賣 新鮮度就像跟時間賽跑 一絲絲玉籤不規則的交織成員 另一頭鳥鳥煙氣蒸騰生意 平均一小時生產兩百顆玉丸 一日吞吐量超過千粒 因為大甲的量 可能沒有一年四季這樣供應 大甲是比較有名 可是我們自己用下來的話 花蓮的也不錯 甲鮮的也不錯 擔當主力位置 黃伯君不疾不徐氣定神仙 負責廚房內廠大小工序 上等檳榔心芋清洗削快 送入機器搓成一條條粉白 這個是配方 然後這個蔥頭酥 機器攪拌熱烈上眼 翻滾把芋頭 翻攪到芋頭籤出汁出香氣 再把芋頭籤塞入小鐵盤 包裹成圓 鋪上新鮮豬肉內餡 當天現在獻送 黃伯君參與科畢業 有知識基礎結合十做訓練 外表精明且手腳勤快 從小不愛上學 曾經創下五科加起來一百分 調皮導彈有他的份 多次進出訓導處 是師長頭痛的問題學生 但黃伯君生性孝順 國小開始就在店裡兜轉 幫忙家裡生意 買賣場面見多釋廣 讓他社會大學學分 修好修滿 這不是油口 那是豬肉 不要收抓啦 心甘情願的啦 對啦 人在那裡等你去這桌 對吧 你說人在那裡等你 對啊 人在那裡 在排那裡 你說 你沒關係你去這桌 他也算不下去 從小半推半舊 當了童工 年頭到年尾 只能勉強修到台風架 甚至連過年都沒得修 玉丸店的小開 還真的不好當 他們問五千歲 前面我把他們出 我給他們人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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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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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鑑人的 黃伯君的老爸 第二代老闆黃家鴻 原本是汽車修理廠的黑手 921地震後 中部產業變遷 小維修廠競爭不過 進口車大廠 加上媽媽 訴諸罵開的雜貨店 生意搶不過便利超商 母子倆討論後 決定轉行賣 家常菜點育碗 小維修廠競爭 你一口敢不吃醬 對 你今天買不出去 沒有 你自己吃也會飽 有什麼事 你說這樣 你趕快做 你買不出去 你也不會咬到黃色 從初期一天 只賣二三十顆玉丸 到現在成為鹿港美味招牌 黃家鴻得來毫不僥幸 看我們的東西跟別人 應該都不一樣 我們吃苦味可以 別人吃不一定可以 那就是本人吃 人家大家吃一吃 就覺得你的 比較怕還是不夠怕 想真的是怎樣 我們就總有意見了 幾年前第一代老闆 也是火招牌的訴諸罵過世 第二代老闆黃家鴻 也因為悲痛肌勞成疾 罹患肝癌 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如今雖已逐步康復 也將店務交給兩個兒子打理 退居幕後 但天下父母心 他還是時常來店裡幫忙 走動巡視 我也是很感謝他們兩個人 雖然到這裡才罵 很感謝他們 不然我們兩個老的 沒辦法這樣做 很感謝他們這樣做 就是 經常做 做老的 做老的 做伯父的 沒去開大小孩 就是兩天 我們兩個都是 做做也 好運 就我跟哥哥一起的 我爸還放不下心 對啦 還有努力的空間 對… 我們再檢討一下 對於兒子們來說 薪水哪再怎麼多 哪有拿零用錢來的幸福 險些在經歷生命最苦的離別時刻 黃伯君看似隨性 面對阿嬤和爸爸 傳承下來這顆玉丸的重量 卻也端起了十二萬分的慎重 珍惜這個家業 這顆藕丸 把我們這樣 從小養到大 都是靠爸爸媽媽的辛苦 小時候就是 人家同學在玩 我們在工作 人家休息了 我們還在工作 小時候不懂事 一定會抱怨 長大之後 原來這個是爸爸媽媽 打這個基礎 打這個先鋒 一盒 一盒 一盒齁 鹿港百年的名產小吃玉丸 綿延三代的老店火種 如今有兩個三十出頭歲的兄弟 攜手協力 要扛下傳承的責任 黃伯君的大哥黃伯穎 和弟弟一樣 國小就開始 任憤的在店裡打工 身為長子 也用行動表現心意 一間承擔起店裡 最苦最累的工作 整條鹿港老街 都看得到他的認真打拼 這個長期挖下來 手都會長繭 對 剛開始沒有再戴布手套 都挖到還會破皮 對 是後來真的不行 才有戴這種布手套 因為這很燙 這是鐵的很燙 對 你蒸起來 你客人在趕 你又不能吹很涼再包 你也是要馬上包給人家 客人不會等 小鎮記憶裡的芋頭辛香 從阿嬤爸爸的時代 由湯料慢慢改做乾料 變成街頭巷尾的零嘴點心 從小看顧的這片店面 這條媽祖廟前的給阿樓 上一輩打拚的背影 跌上下一代尾隨的腳步 沒有偉大道理 只有父母身教 一代代任分肯做 讓他不要有斷層也好 就是我們小時候 入港的那種味道 兒子倆撐起店招牌 一大家人 起早貪黑 忙裡忙外 同進同出 不求榮華富貴 只求溫飽平安 這是爸爸黃家鴻 最大的欣慰 還有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芋圓 把整個家裡都扣掉 別說這樣 這個套很多人 黃家三代的浴碗裡 包裹一家人的相愛珍惜 尊重感謝 和鹿港庶民小吃的地善更迭 更如同媽祖廟的香火 代代相傳 台灣今天的故事 包括了你我平凡的小人物 如果您覺得您的工作生意 特殊專長 或是興趣才藝 很值得讓大家知道 歡迎您用手機拍攝 剪輯30秒介紹自己 把作品寄到信箱 就有機會 在台灣100個故事登場 記得手機要轉90度 用橫的來拍攝 更適合電視播出 手機時代 短影音正夯 試著把握30秒 讓全國觀眾認識你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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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